李云霄苦笑道 又是杀远又是杀为亲的 看来要杀的人很多呀 李木迪大笑道 你也可以选择信任为亲 有他在的话至少可以制衡三足 至于远便交给车油应付就好 这样就不用再染杀业了 但是为亲你真的信得过吗 李云霄脑海当中浮现出 在借坑内的时候 为亲身上的宝瓶碎片 以及让歇在前面踢他挡了一击的事 不由得心烦意乱 李木迪突然大笑了起来 总之长江后浪推前浪 一代新人换旧人 这些已不是我这个老头子 该考虑的事了 李云霄 丁灵二 将来就交给你们了 李云霄心中聚颤 猛地睁大眼睛望去 只见林木迪身上 开始泛起淡淡的光芒来 生机化作点点银芒 从体内飞速地流逝而去 在对面的北镇南亦是如此 两人似乎生死与共 丁灵尔猛地捂住嘴巴 忍不住低声地哭泣起来 在阎武城的这段时间里 他和林木迪的关系极好 两人共同处理天下大事 现在忍不住悲从心来 北镇南也是向李云霄 合掌行礼 穿越了十万年的缘分 有幸认识你 这一代的界王 天武盟盟主 李云霄 李云霄忍住不让眼泪落下 也是合掌在胸前 汉手说道 李云霄有幸结识两位大人 无比荣幸 他与丁灵尔都是深深地居了一躬 林木迪和北镇南顿时化作光影 渐渐地消散于天地之间 李云霄和丁灵尔都是瞩目两久 不肯离去 数日后两人才离开那山谷 回到圣域的主殿之中 此刻屈红颜和骆云长 听闻李云霄回来 也顾不得闭关了 直接现身相见 还有小红也从戒身碑内出来 自从李云霄炼化戒身碑后 便碑人一体 以他的力量竟然无法破空而出 所幸的是 李云霄虽然一直傻傻的 但并没有遇到什么危险 随后水仙也相邀而来 几位红颜聚集一堂 百媚千娇各领风骚 众女见他安然归来 都是忍不住的喜极而泣 李云霄面带愧色 同时将磨合古神之事 与众人详谈 除了丁灵二早就知晓外 其余四女皆是脸色微变 一个个恶然不已 李云霄当即把对丁灵二说的话 再向众人重复了一遍 水仙哇的一声就哭了起来 那云霄哥哥什么时候才能带我们到界外去 并且永远在一起不分离 李云霄心中也没底 但见不得水仙哭 急忙安慰他道 不用很久的 少则十余年 多则数十年 我一定会回来的 水仙这才止住了哭声 去轰颜微笑道 飞扬追求那更广阔的天地 我们应该支持他才对 诸位安心的修炼 终有一天能够再和飞扬相聚 李云霄轻轻的笑道 还是轰颜了解我 此去界外 不论是何情况 我与诸位约定 十五年内一定会回来 众女这才眉开眼笑起来 十五年不过眨眼时间便是 对他们而言 若是直接闭关的话 更是如同一梦 李云霄道 并且我要去寻找 让飞尼早些复活的办法 界内没有 界外一定会有的 水仙说道 云霄哥哥放心 他在我的如是我闻中好得很 有我盛气的滋润 一定可以尽早恢复过来的 突然 一道声音在店内响起 吃笑道 去轮回之地 参加天道道果大会 那可是万年才有一遇的好事 你们怎么跟生死别离似的 李云霄眉头一皱 怒道 卓清凡 你偷听我们说话 虚空之上 渐渐凝出的正是卓清凡的身影 轻声笑道 你生气的不是我偷听你们说话 而是偷窥你们谈情说爱吧 众女全都是眼嘴而笑 李云霄恼羞成怒道 总之你就是一个偷窥黄 卓清凡 这才淡淡一笑 我不和你扯皮了 说正事 星雨盘三年之后就会降临 这期间你做好准备吧 还有 轮回之地 是北宇宙小混乱星系中的一处聚集之地 唯有千界之主的强者 亦或者领悟了超悬空间 才能安然无恙 你若是想带这些女子前去 也不是不可以 只要你有能力照得住他们 每次的天道道果大会 都会有强者带着自己 修为不高的伴侣同去的 卓清凡说完 李云霄才恍然大惊 骇然道 你 你不是卓清凡 是磨合古神大人 卓清凡淡淡一笑 看来修怒是最为负面的情绪啊 你以为我在偷窥你 修怒之下 连最基本的判断力都丢失了 李云霄满脸的尴尬 同时眼中闪烁着异色 若是修炼到千界之主 也能带伴侣同去吗 卓清凡笑道 自然不可以 千界之主 堪堪自保罢了 若是想要带伴侣 还需要更强的实力 对了 这次卓清凡 也会与你同去 因为他是我的后裔子孙 我希望他能在道果大会上 取得机缘 将来踏入界王 甚至是千界之主 李云霄一下被这消息震得七昏八速的 惊道 更高境界 在千界之主上 还有更强的存在 卓清凡 竟然是您的后裔 其余诸女也是异常吃惊 卓清凡轻轻一笑 当年我参悟到了超悬空间的存在 为了领悟其中的奥秘 便创造出了大虚空术 结果成了一种鸡肋神通 但却起了意想不到的效果 大虚空术虽然不能顿入超悬空间 却让我可以通过此数降临神念到虚空之体上 虽然鸡肋 但也有些意思 至少现在就用上了 李云霄听得目瞪口呆 原来一项神秘无比的大虚空术 竟是这般来头 卓清凡说道 三年后我们会联手打开通道 降下星雨盘 到时候也需要这虚空之体的帮助 千界之主上面便是要参悟超悬空间 并且我告诉你一个秘密 千界之主只能在衍生带宇宙中遨游 并且没什么意思 只有进入到出生代混沌大宇宙世界中 也就是真正的超悬世界中 方才有乐趣 而进入出生代混沌大宇宙的钥匙 便是戒文章 啊 原来戒文章的作用在此啊 李云霄恍然起来 怪不得六次非要得到那戒文章不可 卓清凡叹了一口气 其实进入出生代混沌大宇宙的钥匙有很多 可在我们这片小混乱星域内 资源异常的匮乏 许多可以进入超悬世界的钥匙都不存在 只能采取这种野蛮残忍的办法将一界炼化掉 旧魔戒便是被一名疯子炼化的 那人之前遭到我们的联手追杀 早已逃入出生代混沌大宇宙了 李云霄沉吟了一阵 说道 抹河大人 在下想问一个问题 但生怕冒犯了大人 卓清凡笑道 呵呵 难得见你这般慎重的样子 问吧 知无不言 言无不尽 是不是关于你这几位老婆的 我说过了 只要你实力够强 想带他们去哪儿都没问题 屈红颜等人顿时激动不已 李云霄点了点头 那我就问了 大人为什么要如此帮我 我相信这世上绝没有免费的午餐 此问一出 众女也是一下愣住了 全都静静的听着 卓清凡笑道 呵呵 我还以为你要问什么呢 你记住 但凡有人的地方 就有江湖 无论是轮回之地 还是出生代混沌大宇宙内 都是有很多派系伶俐的 而这些派系 很大程度上 是以地方为派系 说来惭愧 因为我们小混乱星宇内 资源太过匮乏 所以在北宇宙的诸多派系当中 哎 那个 那个排名啊 不是很靠前 所以 我们也需要不断地增强力量 李云霄顿时明白了过来 不是很靠前 那是排多少 卓清凡 眨巴了一下眼睛 骂道 问这么多干嘛 反正不是垫底 最后一鸣就是了 再问的话 我也没有什么闲工夫 跟你回答 再让你问两个问题 李云霄想了一下 那要怎样的实力 才能带着我的红颜知己 遨游宇宙 无拘无束 得天地自由 卓清凡道 其实 有千界之主的力量 便有了带女友 遨游 衍生带大宇宙的资格 不过 确实非常危险的 想要真正 不受天地宇宙束缚 并且 没人敢惹你的话 李云霄瞳孔暴缩 眼中两道神光 几乎十字般地射了出来 眼神当中 满是对那 至高王座的渴望 他嘴角 仰起了痴笑来 李云霄点了点头 我会的 最后一个问题 可有救非泥之法 卓清凡想了一下 他的情况 的确有些麻烦 若是运气好的话 也许现在 就能涅槃重生 若是运气不好 也许百万年后 涅槃重生 不过 这对我而言 并不算是什么 三年后 我会用心语盘 送来一枚涅槃丹 你放在 菲尼的生命之火上炙烤 让那火焰 吸那丹利进去 便可以 助他涅槃 我会用心语盘 我会用心语盘 我会用心语盘